有家外汇管理局旗下的投资平台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开始买入银行股了 交通银行3月29日晚间 在港交所披露的2015年的年报显示 梧桐树持有7亿多股的交通银行股份 持股比例达到了1.07% 为第八大单一股东 而根据普发银行 3月21日晚间发布的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结果 即股本变动公告显示 截至2016年的3月18号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成为普发银行的第七大单一股东 持有6亿多股 持股比例在3.15% 这个名字很平常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但是一看 它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旗下的投资平台 这一下子 大家是个想象空间又开始了 林小怎么看 外汇管理局旗下投资平台 去买银行股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当中 因为首先来说 他们的系统还是属于一个系统 从银行系统包括外汇管理这个方面的一个 就是政策性的一个就是情况来看 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投资 肯定是往自己就是熟悉的领域里面投资的 而且是比较知根知底的 那么从这点说 可能市场上关注度更多的是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市场上更看重的 就是新增资金 新增资金对于A股市场的一个影响 包括我们想可能养老啊 社保啊 无有新增资金啊 那么今天这个消息其实是外汇管局 这个还是比较出乎市场预期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 市场也没有关注过 那么现在如果从这个年报的情况来看呢 那么它的就是增持的一个情况来看 量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从这个稳定性来看 我觉得它也是比较偏长远的 那么应该说银行股本身的估值 在我们这个市场上是比较低的 那么可能市场上对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判断 可能市场的一个因素 或者是多空的分歧更大一点 那么从新增资金 或者是本身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 我们说带一些政策性 带一些这样的一个机构投资者 身影的一个情况来看 应该说这样的一股力量能稳定市场 至少能稳定我们A股市场的一个估值 所以这个是比较偏利好的 另外就是一个新增资金 我们近期为什么会回调 就是昨天回调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还是个量能的问题 量能从目前来看 市场上还是觉得这波反弹是我们说内在的 或者是存量资金的一种反弹 没有看到明显的新增资金 那么新增资金我觉得如何来呢 我就要点点滴滴 要从市场上慢慢的看 所以有利好 有相对环境的政策上的利好 但是我们要看到新增资金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是一个好的开端 那么有一些机构资金 或者是我们以前不注意的一些资金 资金也进来以后 市场才会真正认可我们的市场 好